心脏病案例 常人用的这样的一个新功能状态去供应一个半人的心脏复合量的话 网友是吃不消的 因为很容易就是在怀孕的后期的时候会出现心理衰竭 那从而会危及带人和孩子的一个性命 去年的8月底的时候 我的一个网友介绍我认识了原始点 其实当时的话 我对原始点也不是说多么的信任 只是觉得从西这个角度 然后这些年来治疗下来的这个效果并不理想 抱着试试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去坚持了原始点 通过原始点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然后确实起到了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我于今年年初的时候怀孕了 我在怀孕早期的时候 我身体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可以说就是说 在孕早期会出现的各种反应 我身上全部都有这些症状 我的心脏的症状是非常明显 我几乎是24小时的胸闷 还有心慌 在这种其实当时也不能说是绝望 但是真的是挺灰暗的一段时间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们上海就是原始点交流中心的老师 后来我就求助于他 他非常重视我这个情况 然后他刚好就是他后面几天 会去北京去参加一个讲座 然后他说会见到就是张正汉医师嘛 他说到时候去请教就是张正汉医师 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就是能不能继续还一下去 还有能不能就是坚持用原始点的这套方法 老师从北京回来之后嘛 他请教那个就是张医师的谈话的录音 然后拿回来给我听了 张医师就提到了就是有几点 第一的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他判断我应该是属于就是本处体伤 不是他处体伤 因为就是说我的症状就是按推完之后嘛 不能够立刻缓解所以就是要加强这个热源 另外一方面必须要配合就是运动呀 还有心情啊各方面的一个调节 还有就是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一定就是要有信心 放心的就大胆的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把孩子生下来的 再者就是我看过所有的就是说西医嘛 然后他们就是说我怀疑期间的话 也必须就是要用药去进行心脏的治疗嘛 然后张医师当然就是说可以善意的 就是把医生开的这个药拿回来 但是但是不要吃 嗯后来我就按照就是张医师说的这几点 然后就按照这些去去做 做了大概有就是一段时间 到我怀孕差不多四个半月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我的症状有所缓解了 然后我在怀孕 从差不多五个月的时候到七个月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好 就越来越好非常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散步的话 我能够就是一次 我每天是上午下午都会出去散步 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而且我还可以做家务做饭什么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怀孕之前都是没有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 在八个半月的时候 然后就提前把宝宝给po出来了 然后宝宝一切都很健康 嗯就是目前的话呢 我的情况也还挺不错的 胡女士还想告诉大家 不要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就疏忽大意 生产过程以及术后的康复 哺乳照顾婴儿都会消耗更多的体力和热能 此时更应注重原始点理念 措施的长期落实养成习惯 希望她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有所借鉴 祝愿更多期待宝宝的家庭母婴健康幸福美满